去年9月 富富斯公布了2017中国百名名人收入榜 黄晓明 贝比夫妇 凭借3.1亿的年收入 奥居最会赚钱明星CP榜榜首 成为了中国最能赚钱的明星夫妇 近日 Angela Baby在接受采访时 被问到婚后财产管理的问题时 他透露 黄晓明赚的钱并没有交到自己手中 而是用来投资 还称赞自己老公 是不折不扣的投资达人 同时 贝比还表示 自己赚的钱会自己处理 并调侃说 我觉得还是放在我手里吧 这样比较有安全感 不过现如今 很多夫妻的财产 都是独立分开管理 黄晓明 贝比夫妇 财产管理也是遵循这一形式 某拉新闻 投资理财夫妇了解一下 报道